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个冷酷的黑帮教父 居然是长大后的海绵宝宝 但是在今天 他要干掉自己最好的朋友 派大兴 原来在几天之前 两人全副武装 要去抢劫谢老板的汉堡店 下车之后 两人手持武器 直接走了进去 海绵宝宝连开两枪 干掉了康梅的守卫 紧接着他突然没进去 结果谢老板早有准备 一把冲锋枪 差点干掉海绵宝宝 就对这时 警察居然来了 派大兴二话没说 直接开枪射击 另一边 海绵宝宝再次冲进办公室 直接干掉了谢老板 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后 海绵宝宝走了出去 直接干掉了外面的警察 然后和派大兴约定 明天老地方见 到了第二天 派大兴来到约定地点 海绵宝宝也已经等候多时 可派大兴刚坐下 海绵宝居然拿出枪指着他 原来派大兴居然是警察的卧底 看着曾经最好的朋友 海绵宝宝最终还是开了枪 外面没想到 没有干掉派大兴 却把无辜的小弟干掉了 派大兴见中 赶紧滚出窗外 看到对方要跑 海绵宝宝继续开枪 派大兴开枪反击 海绵宝宝只能躲在车后 趁此机会 派大兴赶紧开车逃跑 为了追到他 海绵宝宝也上了车 就这样 派大兴在前面跑 海绵宝宝在后面追 最终 派大兴无路可走 被追了上来 而海绵宝宝没有犹豫 直接开枪 打中了派大兴 受伤的派大兴 在地上不停地往前爬 直到爬进了一间废弃的房子 看到无路可走 海绵宝宝再次举起枪 要干掉他 可就在这时 海绵宝宝突然中枪倒地 原来 谢老板的手下张鱼哥 来给谢老板报仇了 派大兴赶紧把海绵宝宝偷到了一边 虽然海绵宝宝要杀他 可他依旧把海绵宝宝当成最好的朋友 原来 在很多年前 派大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身受重伤 是海绵宝宝救下了他 他告诉海绵宝宝 自己虽然是卧底 可从没有背叛过海绵宝宝 随后 他让海绵宝宝赶紧逃跑 自己去阻止章鱼哥 看到海绵宝宝逃走 派大兴捡起了武器 不知道你们希望 派大兴能活下来吗 可以给他点赞支持 你绝对没有看过 这个白本的海绵宝宝 章鱼八道总裁 海绵击中猛男 三迪性感妖娃 派总风流倜躺 这天 西宝王朝到了袭击 拉走了解保配方 在得知情况后 海绵宝人非常生气 当地决定要夺回秘方 听闻此言 海绵宝人感到很心寒 他觉得谢老板太自私了 居然为了一个秘方 不顾章鱼哥的威胁 谢老板 一个有着大钳子的怪物 都说你为了能赚快钱什么都愿意干 我今天算是灵教了 海绵人啊 总有一天你会了解到真相 我已经为了保护你时深累不及 千万不要鲁莽行尸啊 随后 白绵人来到了水母田 正巧遇到了山地和派大星 他立马走上旗 寻问章鱼哥的下落 山地告诉海绵人 章鱼哥正在下面 独自于海拔网大战 听闻此言 海绵人很生气 章鱼哥在下面拼死战斗 而他们俩就站在上面看戏 是章鱼哥叫我们别插手 所以我们 这可是他自己要为自己的荣誉而战斗的 这会儿他可不能怂啊 你真相信那些像鱼子这样咽了鬼话吗 海绵人已经快崩溃了 谢老板不管不顾就算了 而作为最好的朋友 他们俩竟然也在袖手旁观 于是一戏之下 海绵人从雪崖上跳了下去 雪崖上去吧 坟贝 海绵人和章鱼哥 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这俩人从实力上来说都不算 连我也得认同 而且 就他们俩这模样长得实在是 太太帅了 海绵人 你这猛佬死蠢大茂里 你过来干什么春夜啊 就在刚刚 海绵人感到大战地点 看着不远处的章鱼哥 他激动的大喊了起来 结果又让章鱼哥分了神 直接被海拔王打飞出去 竟过两千半的翻滚 章鱼哥中中砸在了巨石上 而此时的章鱼哥 已经成功夺回了秘方 章鱼哥真是了不起啊 海绵人 你怎么过来啊 我们根本就不是他对手 我当然要来了 你为什么单枪匹马一个人上 我们两个人一起打败他不好吗 用于此言 章鱼哥只是笑了笑 然后他告诉海绵人 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很羡慕海绵人 因为海绵人很优秀 不仅是满分服务员 还是优秀的油炸厨师 就连工资业比自己高 其实每个月的最佳员工奖 都被海绵人拿走了 所以不甘心的章鱼哥 这才独自找到了海霸王 他想要抢回秘方 让蝎老板重视自己 在说完这一切后 章鱼哥彻底没了动静 哎呀我去 我做的太用力了 哈哈哈哈 原本皮老板叫我有这点 但是嘛 whatever啦 这就是逻辑城市 阻止我的下场 听闻此言后 排绵人彻底愤怒了 他立马注入了秘方 你怎么知道这儿 失去理智的海绵人 直接冲上了海霸王 在秘方的加持下 海绵人的力量得到了暴涨 进此情景 海绵人彻底慌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海绵人居然这么巧 海绵人 你到底是火防神神 随着技能的发动 如同炮火棒的石头 全部袭向了海绵人 可海绵人并没有躲闪 直接硬扛了下来 紧接着 海绵人一个图字 冲动海霸王面前 直接载断了他的手臂 在海霸王惊恐的目光下 海绵人发起了最后一击 瞬间终结了海霸王 看到张鱼哥平安无事 海绵人激动地哭了起来 人以为危机已经解除 却没想到 在他们各自回家后 张鱼哥却发生了意外 这个版本的海绵宝宝 绝对会让你怀疑人生 海大星被斩分尸 山地被斩断一臂 张鱼哥阴险狠辣 海绵宝宝变成超级赛亚人 就在刚刚 张鱼哥在回家后 却遭到了皮老板的偷袭 直接被注射了神秘药剂 让他忘掉了曾经的往事 融入了皮老板的杀人机器 在皮老板的安排下 张鱼哥对山地和海大星 发起了攻击 面对前悍的张鱼哥 山地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被斩断了一臂 看到这一幕 海大星拔出长剑 准备和张鱼哥决斗 结果却被张鱼哥一刀斩杀 到海绵人感到时 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 海大星竟然被大蟹拔快了 而凶手这是自己的好朋友 海绵人瞬间崩溃了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海大星的葬礼上 山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在得知情况后 海绵人把海大星最爱的玩具 放在了墓碑前 随后默默离开了这里 在回到家后 海绵人拿出了谢宝配方 直接注射到了身体里 他准备找张鱼哥问个清楚 山地本想阻拦 但海绵人心意已决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在找到张鱼哥后 海绵人还没来得及问 就被黑袜的张鱼哥打成了重伤 在恍惚间 海绵人喊到了派大星 这不禁让他鼓起了勇气 在派大星信念的加持下 海绵人爆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力量 而另一面的张鱼哥 也再次得到强化 长出了一双手臂 一场世界之战 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不知道你们认为 他们俩谁是最厉害的呢 谢宝王要开分店了 他看海宝宝超级兴奋 因为他相信 自己一定是新店的店长 看了墙上374届 最佳员工的照片 小海绵开始卫生纸 做起了准备 为了进行这一伟大的时刻 他开始沐浴 然后更衣 这只用特制的双头牙刷 把眼球洗得干干净净 回来到开业现场 谢老板却公布了 一个令人想不到的决定 坎明宝宝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直接冲上舞台 最过程的开始宣布就职演讲 直到被谢老板无情拆穿 抬头收拾的美梦中 惊醒过来 小海绵失落的离开 而另一边 同样是道刺激的 还有皮老板 谢宝王都开分店了 自己的海之霸 却没有一个客人 皮老板拿出邪恶的最计划 里面的内容 让他十分兴奋 因为过不了多久 他不停可以拿到秘方 而且还能控制比奇宝 当天晚上 皮老板只身来到了 国王的皇宫 此时这里 正在进行一场审判 有个人仅仅是触碰了 国王的皇冠 就被判处了二十年监禁 善良的公主 为他打开了手铐 可这个举动 却引起了国王的不满 他让守卫们全都退下 为女儿知不知道 皇冠有什么作用 除了盖住可怜的发际线 皇冠还代表着 这高不上的权力 可下一秒 他就屏幕消失在了原地 皮老板不仅偷走了皇冠 还把罪名 家伙在了谢老板身上 于是第二天一早 国王就带着女儿 杀到了谢宝王 看到这条让自己的名字 谢老板一脸懵逼 可偏偏这时 美家打电话过来 说已经把皇冠 卖到了贝壳镇 听到这个消息 国王彻底怒了 准备把谢老板 变成红烧大杂蟹 好在这时 海绵宝宝冲了出来 表示愿意帮国王找回皇冠 在公主的劝说下 国王答应饶他一命 可在找回皇冠之前 谢老板必须被逼弄起来 等待处置 见此情形 中间的圆蒙张鱼哥 坐不住了 去往贝壳镇的旅途 实为凶险 公主将一袋魔法风 交给了海绵宝宝 一旦找到皇冠 就打开袋子 两人立刻会被吹回来 而到两人走后 皮老板的大摇大摆的 来到了谢宝王 没了谢老板的阻拦 他轻轻松松就拿走了 谢皇宝的秘方 接下来的几天 客人被从谢宝王 全都转移到了海之吧 皮老板给每个购买 谢皇宝的客人 都送了一个头盔赠品 另一边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深入无人区 朝着贝壳镇进发 他们一路欢声笑语 丝黄没有注意到 路边堆满的白骨 走着走着 一个冰淇淋店 出现在了眼前 海绵宝宝兴奋的就往前冲 可此时 派大兴却发现了异样 他大声误完伙伴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卖冰淇淋的老奶奶 居然是个瘦的舌头变呢 严看怪物即将闭上大嘴 海绵宝宝咬蛋出手 同时逃回了车上 为了拿回皇冠 终究被国王兵封的谢老板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他让了通往贝壳镇的绝命之旅 这里遍布杀人狂魔 和一星猛兽 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会先来 另一边 皮老板通过谢皇宝的秘方 转得盘满钵满 张鱼哥察觉到一样 冲击海之霸准与其对峙 谁知皮老板丝毫不慌 他按下按钮 抬高天线 一时间 比奇宝那所有戴着头盔的居民 全都被控制了大脑 他面高函皮老板万岁 如同行尸走路一样 包围了张鱼哥 至此皮老板终于完成了 同对比奇宝的梦想 与此同时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看了面前深目垫底的悬崖 陷入了两难 小海绵没了自信 觉得仅凭自己 根本不可能 活着走到贝壳镇 好在此时 善良的公主及时出现 他向两人展示了 比奇宝如今的惨状 张鱼哥化身山风女仆 山迪被迫动力发电 就连小窝 也变成了干狐狸的奴隶 唯一有实力扭转乾坤的国王 现在正忙着治疗秃头 所以眼下 只有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可以拯救比奇宝 看到这一幕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不仅没有恢复自信 反而好到大哭 泪水多到可以水利循环 公主思前想后 决定杀一个善意的小伙 看到自己长出了 严闷的胡须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瞬间自信爆棚 强大的心理暗示 让他们无视恐惧 轻松走出了怪兽峡谷 可下一秒 一个大块头就挡在了他们面前 他是皮老板派来 追查两人的蒙面杀手 此人野蛮一长 双手一抓 就卸下了两个小朋友 虚假的伪装 可惜这杀手块头很大 脑子却不怎么灵光 嘴一秃鲁 就把皮老板偷走狂怪的事情 说了出去 为了灭口 他准备用满着尖刺的靴子 将两人踩死 可就在这时 一个更大的靴子从天而降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转身逃跑 可没跑几步 就被撞在手心里 动难不得 等两人再次清醒过来 他们已经从大海 被转移到了鱼缸 屋子里摆满了 各种鱼类的标本 吓得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看着鱼缸里 就光是做的小生物 他拿出工具 将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放在日光灯下 而不久之后 他们也将变成开巴巴的标本 就在这时 派总发现墙壁上 挂着贝壳镇的牌子 原来他们就阴差阳错 来到了目的地 而被偷走的皇冠 此时就躺在不远处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激动的流出眼泪 随着眼泪顺着电线 流进了插座 竟然烧坏了屋里的电力系统 烟雾爆警装置 瞬间开启身边的花洒 也重新把两人 变回了动画片里的样子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准备把皇冠带回比奇宝 无奈被人类逮了个正着 可接下来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黑傻的水逼 就将屋子里的标本 全部复活了 随即对其展开了 疯狂的报复 屋里乱作一团 趁此机会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逃了出来 两人来到海边 原本打算用公主 给他抹瓦疯回家 可众所周知 派总从不会让人失望 带着被放生 海绵宝欲扑无泪 就在这时 一个机会 猛男突然出现 表示愿意把他 被送回比奇宝 猛男下水快如飞艇 逼着两个小可爱 一路向前 可没过多久 先前的猛面杀手 竟然追了上来 双方在帅哥的身体上 你追我逃 眼泪两人就要被钉子鞋 踩成筛子 猛男见状 穿过船里 将杀手彻底解决 另一边 交回皇冠的旗舰已到 国兰烧三差几 准备将县老板彻底处死 千军一发之际 凯棉宝宝和派大星 带着皇冠及时赶到 总算阻止了 悲剧的发生 众人怀天喜利 庆祝着胜利 可正在看戏的皮老板 对这个结局 似乎并不满意 他拉动绳子打开闸门 巨型铁筒就这样 陪落到了国王的头上 这下不仅国王惨遭控制 李七宝的所有居民 也全都冲破玻璃涌了进来 将几人团藏围住 皮老板打算故技重施 而且剩的几人 也变成他的奴隶 海绵宝宝也不在世 过去那个脆弱的小可怜 他高举话筒 唱出心底的歌声 用魔法打败魔法 解放了在场的 所有受坏者 故事的最后 皮老板被送上警车 国王也释放了 无辜的谢老板 海绵宝宝凭借责任和勇气 成为了分店店长的不二之选 这么软萌的派大星 你绝对没有见过 海绵宝宝全体成员 从水下来到地面 画风不仅从二地变成三地 现在还都长出了八块腹肌 而这一切 还要从美味的谢皇宝 开始说起 那是比习宝平静的一天 习宝王坐无虚席 可借对面皮老板的餐馆 曾一觉一如既往的惨淡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 皮老板又一次将魔爪 刺向了谢皇宝的秘方 这次在伪装城 谢老板最爱的金币 悄悄回进了保险柜 而那个神奇的配方 此时就放在瓶子里 触手可及 看到脚下的重力装置 皮老板灵机一动 随便写了张纸条 想要换出配方 随着刚准备动手 就被海绵宝宝发现了 随着防御装置启动 警报声瞬间响起 现场所有的出口 全部被关闭 海绵宝宝和皮老板 拼命正当着手上的秘方 可这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那东西呢 两人都懵了 看到秘方消失 他本能地以为 又是皮老板搞的鬼 就在这时 张约哥推开了门 因为没有谢宝 顾客们已经闹翻了天 而没有了秘方 海绵宝宝也不知 该如何制作汉堡 为了要回秘方 谢老板带着愤怒的顾客 一起包围了皮老板 关键时刻 海绵宝宝及时出现 吹出一个泡泡 带着自己和皮老板 迅速逃离了现场 因为他知道 这次的世界 和皮老板没有任何关系 吃不到谢黄宝 小镇上的居民 变得异常野蛮 他们打他抢烧 无恶不作 曾经温心的比起宝 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海绵宝宝和皮老板 成了头奥铜鸡犯 左途无路的两人 找到派大兴商量对策 可派总统不会让人失望 为了吃口谢宝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抓到海绵宝宝了 听到这个消息 宝民们准备冲过去 此时的海绵宝宝 就好吐顿逃走 一路来到山迪家 他想让对方通过智慧 玩就陷入灰乱的小镇 可原本从领绝顶的松鼠 此时却好像受了刺激 捧着本书 不停的喃喃自语 原来就在不久前 一张大纸从天而降 落在了山迪的屋顶 因为上面写着结局两字 山迪便认定 正是汉堡之神发怒 看到对方招狂的样子 海绵宝宝也不敢再多呆 两人躲到空无一人的胶外 准备在这里 不过慢慢尝夜 可到海绵宝宝睡着 皮老板沾进海绵宝宝的大脑 准备偷走秘方 可这里不仅幼稚的夏儿童乐园 还到处都是棉花糖 看得皮老板浑身难受 他狼猫的逃出海绵宝宝身体 再也不敢动弯脑筋 苏醒之后的海绵宝宝表示 除非时光可以到回 他决定知道时光机 让时间回到 秘方消失的前一刻 你绝对想不到 仅仅四天没吃饭 派打听就变成了这样 因为每位谢宝的秘方突然消失 比谢宝陷入了世界末日 皮老板和海绵宝宝 发明了时光机 想要回到悲剧发生的前一刻 随着学意外 来到了四天后 两人重回时光机 准备再次出发 结果却在时空里迷了路 就在这时 他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海绵宝宝上前问路 随着对方转过头来 竟是一只海豚 海豚名叫泡泡 是宇宙的看守者 他想去当洗手间 于是拜托两人 帮自己暂时看管一下银河系 随着他前脚刚走 木星和土星 就直接撞在了一起 从厕所回来的泡泡 看到这一幕 记得狂瞄脏话 随即对二人 展开了疯狂追杀 两人赶紧进入时光机逃跑 好在这一次 他们成功了 这个时空的皮老板 正准备偷走秘方 海绵宝宝一个箭步上琴 直接抓到了瓶子 然后他们承诺时光机 回到了原本的时空 两人在这秘方 像英雄一样凯旋而归 可现在老板拿出纸条一看 谢老板 是我在海底放的屁具吧 原来 海绵宝宝拿错了瓶子 不将之前皮老板用来 掩刃耳目的纸条带了回来 军名本就脆弱的理智 再度攻坏 他们抓住海绵宝宝 准备通过献祭他 来平息心中的愤怒 眼看面包形状的石头 即将落下 海绵宝宝突然闻到了 一顿熟悉的气味 那是谢皇宝的香味 他寻着味道静止跑去 众人穿过峡谷 越过雪山 爬上峭壁 翻过山头才发现 气味的镜头镜通向海面 正当大家纠结 该如何杀岸时 泡宝突然出现 他穿越时空 前来感谢海绵宝宝 远隔星星相撞的意外 让他有了辞职的勇气 泡宝飞身跃出海面 用力一喷 将众人送上海滩 随后便沾进三角虫洞 彻底消失在了天边 将其沾下头盔 大狗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海绵宝宝的小鼻子 也再次闻到了 谢皇宝的香味 可这里的情况 比他们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众人呆了没几分钟 就差点被压成肉酱 然后又遭到了 胸怀子的攻击 不过这个世界 也有好的一面 DG零蛋糕可以埋头吃 棉花糖也格外的甜 海绵宝宝和派塔星 看见到双眼放光 可冷静下来 他们还是没有忘记 寻找谢皇宝的主线任务 原来 偷偷谢宝秘方的 竟然是海盗船长 他手上的神奇宝书 可以改变动画里的剧情 所以他改写故事 偷偷秘方 替代海绵宝宝成为了世界上 最厉害的监察厨师 主角团的突然出现 不在他的计划之中 不过只要有支笔 船长轻轻松松就能 将主角名流放荒岛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书本的其中一页 阴差阳错来到了身体手里 凯棉宝宝灵机一动 拔下突就羽毛 又沾了点张鱼哥泄露的墨汁 大手一挥 直接修改了部分剧情 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 锦人重新回到了战场 只不过这次 他们人均八块腹肌 张鱼哥召唤出树敌 发动阴谋攻击 瞬间吓跑了所有顾客 船长生气了 拿出宝书想要再次修改剧情 就被谢老板的机械钳子 定在墙上动弹不得 海绵宝宝顺势吹出泡泡 躲躲了他手里的宝树 锦人发天洗地庆祝胜利 变回松鼠原型的山敌 也回归了战略 才发现船长竟然连人带船 一起消失在了原地 原来他还没有放弃夺北宝树 双方人马随即在人类街道上 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海绵宝宝带着派大星 利用气泡是推进器 陪伴追上了海盗的脚步 可对方送送船矛 居然直接又把两人甩飞了回去 船长爬当为敢想要拿回宝树 海绵宝宝破釜沉舟 命令大家向右倾倒 依靠重力逼停了 正在冲刺的海盗船 张鱼哥再次发动音浪攻击 将宝树从海盗手边吹落 掉进了火炉 就这样 能不改参动画剧情的神秘力量 终于彻底消失 故事的最后 海绵宝宝拿出谨慎的一页 写下故事的结局 伴随了张鱼哥的哭嚎 他再次成为了苦逼的打工人 就这样 七宝王重新开议 一切都恢复到了 原来的样子 如果你拥有这本神奇宝书 你想把剧情改成什么样呢 海绵宝宝 我要给你写一个大大的号评 他是海底世界至高无上的国王 却因长了条皱纹 而枯成了类人 不能见状 赶忙当了一只蜗牛 因为蜗牛体的粘液 可以使人永保青春 什么 得知眼前这只蜗牛 已经没有了粘液 他立刻命令将蜗牛送入管道 直接处理了可怜的蜗牛 可是没想到 王家仓库里的蜗牛 已经全部用完 为了保护自己郊内的容颜 国王派人上帖告示 高价收购蜗牛 随之皮老板得知此事 就萌生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就在不久前 皮老板偷决蜗宝秘方的计划 再一次宣告失败 计算机老婆通过计算分析 发现皮老板真正的隐患 而是海绵宝宝 于是劝说蜗老板改变策略 可他根本不听 反而自以为是的 再次展开了行动 这次在伪装成衣跟一间黄瓜 悄悄混进了后厨 看着眼前的现黄宝 他立刻取下一块肉饼 放进了食物分析机中 即使开始运作 很快就分析出了肉饼的配方 可就在这时 他买宝宝一个推煤 直接让皮老板 塞进了地上的水坑 有了这次的经历 皮老板终于意识到了 海绵宝宝的可怕 他想除掉这个暗示的小鬼 下桥此时 国王悬赏蜗牛的告示 给了他新的灵胆 趁着海绵宝不在家 皮老板绑架小窝 把他送给了国王 回到家后的海绵宝宝 找不到宠物彻底慌了 他打印了一万张传单 填满了笔奇宝的大街小巷 看着过去的合影满含泪水 当卖大型找上梅时 海绵宝宝已经彻底失去梦想 全烧成了逍遥一只 好歹派总从不让人失望 就意外发现了 国王的告示 海绵宝宝立刻明白 小窝去了哪里 他无心工作 一心之痒救回自己的小宝贝 而这郑重皮老板下怀 立马贴心送上交通工具 打发走了这个南缠的家伙 另一边 失去了大厨的谢宝王 变得一团糟 顾客们把布满 全都杀在谢老板身上 趁此机会 皮老板带姚大柏走进了大门 谢老板竟然会把谢王宝的秘方 主动交给皮老板 皮老板也是一脸懵逼 原来这次海绵宝宝为了就小窝 离开了谢宝王 谢老板便失去了挣钱的欲望 看到对手如此消沉 皮老板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而与此同时 海绵宝宝派大星 误入了一个僵尸小镇 这里的两脚怪面色铁青 举止怪异 吓得两人以为自己做了噩梦 僵尸老大将他们关进笼子 证明他们为什么 要入侵自己的领地 为了证明两人不是在做梦 该是双眼喷火 让铁笼烧了个稀烂 僵尸把手比手开始吹杀 举手右手接触到阳光的瞬间 正开始燃烧起来 看到这一幕 肯定宝宝和白大星拉开窗帘 将僵尸化为灰烬 紧接着 他们启动汽车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他们很快赶到大西洋城 这里除了国王的城堡 还有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两个小朋友没见过世面 刚一进城 就被迷失了双眼 他们狠击腿 吃披萨 再过山车上放声尖叫 最后干脆来到堵城 打算彻底释放一下自我 在赢得第一桶金后 海绵宝宝对于财富的渴望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养人彻夜狂欢 竟心插羊措来到了 国王的宫殿门口 此时这里 正举办着一场满会 而国王就坐在贵宾席 享受了他心入手的面霜 海绵宝宝想要回自己的蜗牛 但国王不仅将小蜗占为己有 甚至命令手下 将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扔出了会场 另一边 3D因为太久 没有看到海绵宝宝 气势汹汹来到谢宝宝要人 谁知竟意外在电视上 看到了两人被逮捕的新闻 为了就回好朋友 他们决定前往大西洋城 一旦就近 而此时 皮老板因为良心发现 也加入了正义的义方 众人启动了 被3D给到过的汉堡战车 众人马不停蹄 向大西洋城赶去 与此同时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被关进地牢等的接受审判 灯宫九六的大西洋城 主打一个娱乐至上 因此他们的审判 也吸引了无数观众 和国王比起来 两个外来人 根本也没有任何胜算 眼泪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就要被处以急刑 是被灯光骤然熄灭 主角他们终于赶到了现场 你绝对想不到 海绵宝宝小时候 居然比现在还要可爱一万倍 此时他来到下令营 遇到了名叫山地的松鼠 山地的梦想 是当一名科学家 在他的鼓励下 山地信心大增 居然真的实现了 儿时的梦想 山地告诉在场所有人 海绵宝宝不仅不是罪犯 还是一个很友善的朋友 在场的观众也为着动容 这家伙分了法 你应该 手法待在家里 接受有人偷走你蝸牛的这个事实 海绵用一个正话反说 开始了他的演讲 随后也向大家讲述了 自己和海绵宝宝的初次相遇 那时的他 独自坐在木头上扑气 只有海绵宝宝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并且主动提出 要让他的朋友 这件小事看似微不足道 却改变了派大兴的后半生 国王愣住了 在场兵费也纷纷落下眼泪 当然 在场众人 也不全都喜欢海绵宝宝 我 不喜欢海绵宝宝 张鱼哥和海绵宝宝 加了才艺比赛 张鱼哥对自己的艺术天赋 信心满满 可公布成绩时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却拿走了奖妹 小张鱼不怕接受这样的结果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树敌 谁知当天晚上 海绵宝宝和派大兴 就把奖妹上的名字 改成了自己的 这也是张鱼哥 对海绵宝宝又爱又恨的原因 机会一时变得威心起来 现老板趁机朝阅队使了个眼色 而皮老板也突然出现 开始了唱跳 一段精彩的歌舞表演后 主角团抬着海绵宝宝潇洒退场 国王深受感动 可结果 我的挂牛 国王一声令下 制定没很快 就将准备逃跑的几人 团团包围 国王同意放解人离开 但前提是把小郭交出来 海绵宝宝自然不会答应 表示小郭和身后的几个人 都是他的朋友 而国王但凡也有朋友 一定能体会他的心情 我当然有了 国王自信满满 可为了一圈 从侍卫到大臣 没有一个愿意承认 是他的朋友 国王瞬间破防 海绵如果没有蜗牛 自己就无法抚平 脸上的皱纹 可对于海绵宝宝来说 面对才是最重要的 他相信国王 一定可以自信又强大 而说到孤舞的国王 他在吊甲发露出秃头 使得夹子放开坠肉 他接受了伪装下 这个不完美的自己 而小郭也终于可以 回到海绵宝宝的身边 继续做一只快乐的小蜗牛 一只蜗牛究竟能跑多快 30厘米 仅仅用了17分钟 阿特设置有梦想的蜗牛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当一名赛车手 可这个想法 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车身杰克是他的偶像 每天最开心的 就是看偶像的采访 继在这天 蜗牛妹在菜园里摘菜 他却与西红柿赛跑 阿特努力的样子 换来的 却是其他蜗牛的嘲笑 蜗牛怎么可能与赛车赛跑 哥哥劝他 别在白日做梦 行动缓慢是蜗牛的宿命 让他放弃不屑实际的梦想 就在这时 一颗新鲜的西红柿掉了下来 蜗牛妹高兴坏了 因为这一颗 总有他们每餐一顿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主人推着除草机 准备除草 没办法 蜗牛妹只能选择放弃 可阿特却觉得 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他纵身一跃 跳进了草坪 只见阿特开除玛丽 不断靠近目标 偶像的力量 让他全身充满动力 而这一切 都只是他的幻想 眼看各岛街 就要将他碾碎 危机时刻 哥哥打开水管 随住及时将他冲走 阿特差点成了蜗牛番茄酱 哥哥的责骂 让阿特失去了信心 趁着大家熟睡 阿特离开了草坪 他开始自我怀疑 是否真的选错了梦想 他对着天空许愿 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赛车手 就在这时 一辆货车经过 长大的气流 将他吹起 弱小的身躯 在车流中飘荡 最终落在了一辆赛车上 赛车一脚油门到底 阿特脚下一滑 被卷入了发动机里 赛车开启液弹加速 蓝色的液体进入发动机 阿特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 全身每个细胞都被激活 最终 阿特从排泄桶掉了出来 当他再次醒来 眼睛变成了远光灯 蜗牛壳变成了尾灯 甚至可以播放音乐广播 而最大的改变 就是他的速度 熊孩子想拿车撞他 可阿特居然一个外圈飘移 轻松躲过 这才是真正的涡轮增压 阿特跳上轮胎 以200码的速度 甩飞出去 但他没能控制好方向 玩具车直接撞坏了菜园子 这让蜗牛妹非常生气 组长直接将两兄弟赶了出去 他们刚走上马路 又被一个小胖子给抓了起来 胖子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 你见过蜗牛赛跑吗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冲进跑道 阿特一脸不屑 沃河里散发出蓝光 一个冲刺就将赛道摧毁 所到之处 都会留下一道蓝色幻影 紧接着 一个票一入库 稳稳停在了人们面前 小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随便抓的一只蜗牛 竟然有如此超能力 小胖给阿特准备了床 好事好好的伺候着他 小胖和大胖开了一家煎饼店 但生意却十分惨淡 为了让生意好起来 小胖用蜗牛的超能力当噱头 吸引来了不少客人 就连周边朋友们的生意 也跟着好了起来 小胖非常高兴 他为阿特有什么梦想 阿特没有说话 只是跳上了广告牌 一只蜗牛 竟然想参加赛车比赛 可是没想到 小胖居然支持了阿特的想法 可参加比赛 需要两万报名费 小胖去了各个商量 可各个根本不同意 没办法 小胖只好求助朋友们 他们见过阿特的实力 当即就凑出了一万块 于是他们上路了 等大胖发现时 小胖已经拿走了 他所有的积蓄 为了让阿特的速度更快 于是对他进行了改装 为了减少风阻 现在还给他装上了尾翼 一群人终于来到了赛车场 阿特感受到了 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 他兴奋地爬上计分板 感受着赛场的气息 但让一只蜗牛 跟赛车比速度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正当几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阿特直接冲进了赛道 速度快地让人惊掉下巴 最后 他一枚要是226公里的速度 成功通过了测试 这速度 仅仅比冠军慢4公里 一时间 阿特成了全场的焦点 他的视频很快上了热搜 可无论怎么说 他也只是一只蜗牛 主办方召开了发布会 拒绝阿特参赛 没想到却激起了众怒 他们强烈要求阿特参赛 车身站出来解围 他支持阿特参加比赛 主办方也不得不妥协 最终阿特拿到了参赛权 有了偶像的支持 阿特很开心 可他不知道的是 杰哥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曾阿特的流量 第二天 比赛正式开始 独特的出场方式 让阿特瞬间成为了赛场焦点 但面对专业赛者手 他不免有些紧张 刚起步就差点被碾碎 很快 他被甩在了车队最后 看着被甩在最后的阿特 车神笑得十分开心 而阿特则逐渐失去了信心 到了补给的时候 强大的会员团登场 抹上防滑液 补充生命支援 阿特重新出发 他不再东躲西藏 利用脚小的优势 钻进底盘 从赛道边缘超车 就算有突发事故 他也能随机应变 眼看就要超过杰哥 没想到 他开始使坏 阿特被逼向赛道边缘 轮台的碎线 让他失去重心 阿特意识开始模糊 乌壳也有了裂纹 大家都劝他放弃 但他不想让大家失望 一无反顾的 再次回到了赛场上 阿特很快追赶了上来 杰哥再次把他逼到墙鸟 没想到 阿特竟然躲在轮毂上 一个空龙转体三百八十度 成功跑到了第一的位置 为了阻止阿特 杰哥故意制造了事故 所有选手都翻了车 小蜗的引擎也彻底失效 没有了蜗牛引擎 他彻底绝望了 就在这时 场外的哥哥 肺目顾身跳上气球 他骑着乌鸦来到赛场 哥哥的鼓励 让阿特重拾了信心 他一步一步的往终点爬 人们也被这种精神所感动 全部起身为他加油 此时的杰哥 也从昏迷中醒来 他退着车 跑向终点 他无法接受一只蜗牛战胜他 于是抬起一脚 想要踩死阿特 危机时刻 阿特巧妙地缩进了壳里 最终以一壳优势 赢下了比赛 现身中的我们 何尝又不是一只蜗牛呢 我们应该像阿特一样 每天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前进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梦想从来不会发光 发光的是坚持梦想的你 男孩不小心掉进了鳄鱼池里 一只鳄鱼向他游了过来 不急时刻 迅速师及时将鳄鱼控制 眼看小男孩就要溺水 鳄鱼挣脱束缚 潜进了水里 即使把男孩救上了岸 鳄鱼安慰他别害怕 但男孩误以为 鳄鱼是要吃掉他 男孩被父亲救起 而鳄鱼 却要被送到其他地方 尽管心里面十分委屈 但他还是扯出了一抹微笑 跟同伴告别 他是动物园里最底层的动物 因为长相丑陋 又极具危险性 所以不受大家的喜爱 只能配合训练师表演 而最危险的动物 就是这条太磐蛇 他的一滴毒液 能在十秒内杀死一百个人 虽然他们长相丑陋 但内心都很善良 他们也希望被人类喜欢 就像考劳大漂亮那样 三个保姆照顾生活 被所有人喜欢 重装傻 慢慢萌 就能让人们兴奋不已 甚至还全天24小时 直播考拉的日常 这些动物们受够了区别对待 他们决定离开动物园 回到原始森林 趁着夜色 他们躲过值班的看守 绕过视频监控 还差点成了神花的宵夜 利用自己的优势 爬上了一面高墙 眼看他们就快逃出动物园 考拉却拦住了他们的路 拼命地敲打竹林 想吸引工作人员的注意 无奈之下 小蝎子只好给他来了一针 就这样 他们带着考拉一起上路了 刚跑出动物园 就看到了两座高山 他们高兴坏了 当迷雾逐渐散去 出现的 却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 把鸟窝当成木筏 为了减轻重量 还把鸟蛋扔进了水里 就在这时 一只鲨鱼靠近了他们 他们用力划船 却没有移动丝毫 下一秒 鲨鱼张开了血盆大口 原来鲨鱼 是丑陋动物协会的特工 它经常帮助 从动物园逃离的动物 只要在危机时刻 说出他们的口号 就能帮助他们化险为夷 最终 鲨鱼成功地将他们带上了案 但考拉却非常嫌弃他们 不想跟他们去原始森林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它时不时地摆出造型 吸引人类的注意 它是考拉界的大明星 拥有上千万人类粉丝 就连空间站的工作人员 也是它的小迷地 但如今 它却成了过街老鼠 动物园提出公告 说它得了狂犬病 考拉只能一路逃跑 在巷子里找到了同伴 可此时 它们被人类团团围住 危机时刻 动物们喊出了口号 当人们掀开黑布 动物们已经消失不见 原来 是一群红被蜘蛛救了它们 因为长相丑陋 被人类赶到了下水道里 导致台湾舌 它们要去原始森林 蜘蛛首领带着它们 来到了下水道 追逐喷涌而出 动物们顺着水流 体验了一次奇幻漂流 它们被吹风机吹了起来 强大的风力 把它们吹到了空中 然后落在了一个铁架上 正好被驯众师杰哥看到 动物们集中生智 走到了贵妇身边 可当它们过马路时 还是被杰哥父子发现 最终 台湾舌带着动物们爬上了汽车 躲过了杰哥的追击 而它们则被汽车 带到了一所学校里 这时 一段优美的歌声 吸引了它们的注意 原来是一只美蛙 在向心仪的女神求爱 台湾舌把它们放了出来 为了感谢台湾舌 美蛙给它们指了一条名路 只要搭上校车 就能回到原始森林 它们爬上车顶 跟着校车来到了森林 享受着大自然的空气 以及免费的自助餐 正当它们享受此刻的安逸时 杰哥带着儿子 驾驶机捕车追了上来 用麻袋枪打晕了考拉 这些动物们直接掉进了校车里 男大的同学 用棒子攻击它们 司机见状 立马把车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杰哥上车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慢慢靠近 准备抓走这些动物们 危机时刻 一个小女孩 把它们藏了起来 在女孩的帮助下 这才躲过一劫 可没过多久 杰哥又找到了它们 看见太盘蛇被捕 学伙伴们奋不顾身 想要去救它 结果下一秒 却掉进了陷阱里 危机时刻 考拉喊出了口号 这时 三只平头哥 从森林里冲了出来 它们三圈两脚 就把杰哥打得落荒而逃 轻松救下了这些动物们 它们一路上得到了很多帮助 野猪带它们穿越沙漠 鸭嘴兽带它们走进森林 在众多动物的帮助下 考拉率先找到了同类 它用蜥蜴梳了梳毛发 睡面剃了剃牙 然后花坏地融入进大家庭 而其他动物们 很快也找到了自己的同类 就对这时 杰哥带着大部队赶到 蜥子和蜘蛛它们 被杰哥一网打尽 为了拯救同伴 太盘蛇和考拉 决定正面对抗杰哥 他们拖了一辆消防车 考拉负责控制方向 太盘蛇负责挂挡 没过多久 它们就追上了杰哥 打开消防梯 太盘蛇慢慢靠近同伴 考拉则化成美国队长 与人类正面对抗 最终 它们成功救出了同伴 杰哥用火箭炮攻击它们 一只伞蜥蜴却挡住了镜头 随后大批动物赶到 杰哥的手下也纷纷团灭 使得它们推出了巨大份球 朝着杰哥父子发动了攻击 危机时刻 动物们驾驶消防车 成功救下了它们 但前方就是悬崖 情况十分危险 危机时刻 杰哥条件驾驶座 成功让车停了下来 可却在这时 一颗巨石就将汽车撞了下去 这次的消防梯 就像一个翘翘板 杰哥不敢移动分毫 动物们想在下面塞一些东西 好让消防梯翘起来 它塞上石头 立马就被粉碎 眼看孩子就要坚持不住 台盘蛇咬住杰哥的护腕 把自己当成绳索 最终 在大家的努力下 杰哥的儿子成功获救 而台盘蛇 却一动不动 故事最后 杰哥对动物们放下了执念 而台盘蛇他们也回归了荒野 跟同类生活在一起 像褪皮一样 重获了新生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和人一样 都是生活在蓝色星球的生物 我们作为这个星球的统治者 更应该努力保护生态 而不是肆意破坏 让动物们濒临灭绝 这是一场蚂蚁界的史诗级战争 无数的红蚁将黑蚁巢穴围了起来 他们发射出一颗颗巨石 把黑蚁巢穴砸成了蜂窝 甚至还把插的当成武器 扎进了黑蚁巢穴 紧接着 红蚁又发射出一颗牙签 漫天飞语犹如弓箭 全部扎在了黑蚁巢穴 黑蚁没奋起反击 拿出一颗棉签 砸向宫称的红蚁 紧接着 他们又拿出一颗泡腾片 倒进护城河里 碰碰片浴水融化 形成了坚固的壁垒 他们把胶囊当成石头 全部都倒了下去 最后再砸上一点胡椒粉调味 红蚁没也不甘示弱 将一颗钢猪 狠狠地砸了过去 巢穴顺便被砸穿 红蚁没彻底怒了 直接用上了黑武器 一个个窜天猴并排放好 黑蚁队长拿出一颗火柴 用力地在盒子上摩擦 火柴瞬间被点燃 就这样 他点燃了一个窜天猴 然后精准地落在红蚁群 巨大的爆炸 让红蚁没损失惨重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群蚂蚁发动了战争呢 就在昨天 这群黑蚁外出觅食 队长五月间发现了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装满了方糖 他走进盒子里 浅尝了一口 然后 我的天 这感觉也太上头了 他赶紧叫来兄弟们 将铁盒搬回巢穴里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来到一处走坡 蚂蚁没一时没控制好 铁盒直接掉了下去 方糖散落一地 蚂蚁没赶紧将方糖捡回盒子里 可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了一只蜥蜴 蚂蚁没吓坏了 分明躲在方糖后面 眼看他们就要被发现 危急时刻 盒子里传来一个叫声 蜥蜴以为遇到了怪物 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晚晚没想到 是这人小瓢虫发出的声音 他利用盒子扩大音量 吓跑了蜥蜴 替蚂蚁没解了围 为了感谢小瓢虫 蚂蚁队长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就这样 蚂蚁没和小瓢虫上路了 可刚走没多远 又遇上一群红蚁 他们拦住了黑蚁的去路 队长知道他们想要过路费 于是打开盒子 取出一块方糖 放在了红蚁面前 但贪婪的红蚁并不满足 他们想要的是整合方糖 于是紧紧地跟在黑蚁后面 队长发现情况不对 赶紧让兄弟们加快脚步 可速度还是太慢 为了摆脱红蚁的追击 他们只能铤而走险 把盒子当成滑板 顺着下坡滑了下去 红蚁健壮也找到了对侧 他们跑进一个鸭罐里 利用惯性 让罐子滚了起来 就这样 黑蚁没在前面滑 红蚁没在后面滚 结果一个表心 全都掉进了小盒里 黑蚁没只好捡起方糖 头部运回巢穴 这是一只非常挑食的蚁后 一颗松果 只能生出一个儿子 为了提高产量 黑蚁队长把方糖献给了他 以后看到方糖一脸疑惑 于是便藏了一口 结果下一秒 这产量 直接看傻了工作人员 隔壁红蚁得着消息后 赶紧通知了以后 一口方糖就生出了几百个儿子 这速度 要不了几天 就会超过他们 以后赶紧召集了兄弟们 向黑蚁巢穴进攻 红蚁没倾巢而出 一场蚂蚁间的世界大战 就此展开 红蚁没对黑蚢巢发动猛攻 用松果猛烈撞击大煤 眼看局势无法控制 黑蚁没决定使用大招 他们拿出穿天猴 一个个整齐的摆放 黑蚁队长拿出一盒火柴 但火柴只剩最后一根 没来得及多想 队长绕到背后 看了一眼说明书 然后自信满满地拿起火柴 一顶快速摸杀之后 成功将火柴点燃 他站在朝越上高举火柴 把红蚁军团吓得连连后退 队长点了一根穿天猴 在空中投圈转圈之后 落在了红蚁群中 红蚁队长怒了 记忆对黑蚁发动攻击 而黑蚁的火柴 很快就熄灭了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小杰站了出来 他记得在捡方堂的位置 曾经看到过火柴 于是黑蚁队长叫来兄弟 把一张纸币折成了飞机 在黑蚁的推动下 飞机成功飞了起来 红蚁没拿出杀虫剂 朝小杰的飞机喷射 却被飞机灵活地躲了过去 小杰也成功地冲出了包围 他来到方堂的位置 找到了那盒火柴 就在这时 一只小蜘蛛突然出现 瞧瞧瞧地拿走了火柴 小杰紧随其后 一路跟着小蜘蛛 来到了他的家里 突然 一只蛤蜊沾到了小杰 他想要挣脱束缚 拼命地往里爬 危急时刻抓住了梅坎 蛤蜊还在不断地拉扯 结果下一秒 房子竟然倒了下去 把蛤蜊给砸扁了 而小杰也晕了过去 蜘蛛没有伤害小杰 而是把他放在了床上 当小杰醒来 蜘蛛拿出一颗红浆果 送到了小杰面前 小杰饿急了 直接一口气就给炫了 他跑到火柴面前 拼命地蹦跋 小蜘蛛非常大方 把火柴送给了小杰 就这样 小杰踏上了返程的路 在回程的路上 他看见几只苍蝇 正在欺负一只母瓢虫 这几只苍蝇 正在欺负一只母瓢虫 而这一幕 恰好被小杰看到 他决定英雄救美 主动去挑衅苍蝇 然后一个臭屁 绷在了苍蝇脸上 苍蝇气急败坏 紧紧地跟着小杰 而另一边 一只蜘蛛扑好了网 等待着猎物上眉 此时的蜘蛛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苍蝇们对小杰紧追不时 突然 一辆汽车正面驶来 小杰一个蛇皮走位 灵活躲过了汽车 而苍蝇们 却全部撞在了车灯上 小杰成功打败了苍蝇 还迎当了小瓢虫的芳心 但他现在顾不得儿女私情 因为他赶着把火柴送回乙穴 他说如果能平安回来 一定会娶她为妻 另一边 红蝇的攻势丝毫不紧 依然猛烈地攻击着黑蚁巢穴 这时 小杰带着火柴 晃晃悠悠地出现在战场 黑蚁妹终于看到了希望 队长高兴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紧接着 黑蚁妹点燃了火柴 把一个个串天猴送上了天 他们有的在天空中绽放出火花 有的则落到了红蚁军团里 原地爆炸 红蚁妹伤亡惨重 只好紧急撤离 最终 黑蚁妹赢得了这场胜利 但他们的巢穴也被火焰推没 虽然击退了敌人 但那无疑是伤敌八百 自损一切 蚂蚁妹全部躲进了洞里 此时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时 一辆飞机急驰而来 配拿出大量的水 熄灭了火焰 而他们的巢穴也化成了一滩泥土 蚂蚁妹劫后余生 开始了重建家园 而小吉也对见了自己的承诺 回去和小瓢虫结婚生子 在田园里自由自在的生活 电影至此结束 整部电影没有一句对白 却完美诠释了战争的意义 红蚁军团为了抢夺方唐 不留余力地摧毁黑蚁巢穴 而黑蚁妹为了自保 选择了破釜沉舟 虽然取得胜利 但自己的家园也化成了一滩泥土 在这场战役中没有赢家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